是 阿神开 阿神开 快走 好 好 好 快点 好 好 好 快点 好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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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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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坚弹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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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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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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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龙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 把箱子交出来 不然我杀了你 你快走 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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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老李 爹 爹 你快醒醒啊 爹 爹 快点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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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鬼子为什么要追我 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 老板主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不该把这个女人带进来 你们偏偏不信 这个女人身份不清不楚的 身上带着一股子邪气 这回好了 把李哥都给害死了 李哥的死心能怪小鬼子 不怪何姑娘 是小鬼子杀了李哥 这个女的要是梁家女子 那怎么会有那么多 日本鬼子追杀她 她要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她怎么会用酒瓶子做炸弹 老板主 你必须把她赶走 你再胡说我赌免 你还来脾气呢你啊 别说了 都别吵了 是我连累了你们 对不起 李姐 对不起 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 我这就走 何姑娘 你去哪儿了 何姑娘 来 阿朗你回来 回来 何姑娘 干嘛你 你干什么去 你回来 回来 你干嘛去 爷爷 他一个人哪 我告诉你 你要该走出这门 你们就不要回来了 老百姓 老百姓不好了 阿朗不见了 什么 上哪儿了 我也不清楚啊 这孩子真是鬼迷心窍 他是不是 到到临江城去了 老百姓 阿朗 快 起来 你没事吧 没事 一点都不疼 谁要你跟着我了 俺不是担心你吗 何姑娘 你还是跟俺一块回去吧 我不回去 还是你回去吧 那你去哪儿啊 我要去临江城 你去临江城干嘛呀 那可是日本鬼子管的地方 因为这上面有个地址 是临江城的 你看 还 还是你告诉俺吧 俺不识字 这上面写着 临江城新明路一百七十一号 这是我目前唯一的线索 我想去那儿看看 是 说不定 那里会有人认识我 一百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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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来给我吧 俺想了啊 必须得陪你去 因为很危险 老师 是我 你任務是儘快找到這份情報 儘量地挽回損失 明白 還有 我們得到最新的消息 近日將有一個日本高級軍官 來到臨江城 實施一份絕密的計劃 你的任務是 了解日本鬼子的企圖 並且阻止這個計劃的實施 請組織放心 保證完成任務 好 來 咱們這麼毫無線索地找下去 什麼時候才能找到蘭安姐呀 那有個人我去問問 老人家 打擾一下 你看 你見過這個女孩嗎 她啊 我剛才還見過 真的 她在哪兒啊 她和一個小伙子一起 我看見他們 去鎮上的汽車站了 唉 謝謝你老婆 謝謝 走 謝謝 走 一百七十一號碼 走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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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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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好了 好了 走了啊 来 来 坐 坐呀 好了 好了 知道了 好 回去吧 好了 好了啊 回去啦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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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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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莱莉姐 她还活着 哪儿呢 莱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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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那几个女孩啊 她怎么好像 不认识我们了呢 不行 我们得想办法 把她追回来 姐呢 前面有车 走 快 不 都 hasn't 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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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来 停车 停车 出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什么鬼子 他们还在追你呢 师父 别问那么多了 咱们再快开吧 逃命要紧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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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 走 首先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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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队长 醒醒了 疼了 醒醒了 队长 疼了 你不能有事 然后不能再出去你了 队长 醒醒了 队长 醒了 醒了 疼了 疼了 冷月 疼灵灵 你们都没事吧 没事 腿疼不疼 我没事 怎么样 扶我起来 快 扶她起来 醒醒 灵灵 吓死我们了 不哭了啊 没事 没事就好 不哭了 你确定你看见她是欧阳兰吗 没错 我的队友们亲眼看见她 不会有错的 她在哪儿 为什么你们不把她接回来 她现在应该是去了临江城 她为什么要去日战局 不清楚 黄处长 我请求你批准我们去临江城 我保证 我一定会把欧阳兰给找回来的 你 报告黄处长 这是我们一致的决定 处长 您就批准吧 啊 不行 我得保存炸弹小队的实力 我不能让你们去危险的地方 黄处长 别说了 这是命令 你们每个人给我听好了 好好的 在宿舍里待着 酝酿已久的暴雨计划 是收集中国各地重工业地址 进行轰炸 眼下计划实施在即 小林专程前来协助天皇特使 大江五郎具体执行 看着一蹶不振的野村 小林试图用剑道精神唤醒他 呜 夜 夜 好 没想到野村军的剑法 依旧那么厉害 哪里 生疏了 那可说来惭愧了 为了打败野村军 我可是一直在练习 在上学的时候 我们就是棋风对手嘛 我累了 咱们去喝茶吧 叶村军 你难道不知道吗 一场剑道比赛 只要是开始了 就一定会有胜和负 战争也一样 我今天赢的不是真正的野村军 你的剑术是一流的 可是相比少了杀气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办 杀掉女子炸弹小队的所有人 这是唯一让你解脱的方式 我们冲出去吧 我们想要出去并不难 难的是我们要找到 欧阳岚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为什么不认识我们 她会不会是被携取了 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我们 不管怎么说 她现在身处险境 我们要救她 必须要找人帮忙才行 找谁帮忙 找刘成啊 除了她谁都行 为什么 逃 行了 姐的 你就当牺牲一回自己 你知道上哪儿去找她吗 哪儿 中华日报社 刘成 好久不见 你现在怎么样了 刘成 这不天有点冷了吗 我给你炸了条围帛 刘成 我给你做了午饭 你可一定要记得吃啊 别为了忙饿坏了胃 娘 我会很心疼的 你们的心意我都领了 这样 回头 我分别请你们吃饭 我再给你们机会 让你们了解我 你说是吧 真的 什么时候 说话算数啊 等我忙完了采访就请 好不好 你们等着我 等着我 你怎么来了 找我有事吗 看来你挺受欢迎的 好 今天这个 只是小规模而已 照你的话说 你还挺吃香的 那当然了 你对我没兴趣 有的世人对我有兴趣 怎么 后悔了 不是我要来找你 是他们让我来找你 他们是谁 我的队友们 刘成 欧阳岚出事了 我们都很着急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我说的嘛 好事想不到我 需要我为你们拼命的时候 才来找我对吗 你 你不帮忙就算了 本来我也没想来找你 回来吧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是吗 你是不是特想让我来求你 行 这次就算我求你 你帮不帮忙 说句痛快话 干什么 别说话 他们看着我们呢 我得让他们知道我有女朋友 要不让他们馋死我 谁是你女朋友 你们不是让我帮忙吗 就当我收的定金了 滚 刘成 刘成 刘成已经先行一步 明天一早就会到达临江城 他会先替我们去找欧阳岚 我已经跟他约好了 在临江城的会合地点 还有呢 没有了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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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了 你怎么说了 干什么呀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 明天一早我们就动身 是 是 走了 包子 包子 新鲜的包子 买包子 卖包子 新鲜的包子 买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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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给俺 我老板 给俺 今天都买车票了 照这样下去的话 没等找到你的家人 咱们就都饿死了 谁叫你不好好地下待着 非要跟着我了 老板 别看了 快走 老板 你给我来替包子 好 好嘞 来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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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姑娘 你哪儿弄来的 我跟你说 你可别骂啊 不是杂技般的吗 弄点这个 你 不是怕你饿吗 你快吃吧 什么属下的手 我都没发现 阿郎 吃吧 以后啊 别去偷去了 快吃吧 姑娘 你也吃吧 吃吧 快吃吧 怎么打不开啊 那边打不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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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打不开啊 娘 你帮我们看看啊 娘 这里面吃什么 别玩了 别玩了 姑娘 我跟你说啊 我可就 就这么一个孙子 你放过他吧 我这给你磕头 你快起来 你这样 你 你这是干嘛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走江湖的呀 可都不容易 你看见了吧 我们为了你 打上一条人命 神威也别说了 神威也别说了 你呀 把这饭吃完 你赶紧走吧 老漫主你别说了 我都明白了 我也不想拖累大家 我也不想拖累大家 这些天 我努力地在想我是谁 我是从那儿来的 可是我 姑娘 没事吧 没事吧 我 换我 我 打扰了 何姑娘 何姑娘 爷爷 俺是真心喜欢何姑娘 俺既然喜欢她 俺就不能不管她呀 爷爷 阿郎 阿郎不孝了 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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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啊 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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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已经找到了 你也可以放心了 别让爷爷担心 快回去吧 有人吗 有人吗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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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拍了啊 你们找谁啊 我们想找这屋子里的主人 问点事情 对对对 欧阳岚 保管家 福音 您 呼 您 那 感觉很眼熟 可我确实想不起来 在哪儿见过了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 我确实有些事情 想不起来了 所以我是想问问 对对对对 她呀 好像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但是她身上 有一个笔记本 就这个笔记本上 写了一个地址 我们就想看看 能不能够记得 找到她的家人 欧阳岚失忆了 真的 阴谋 好 把门打开 来 进来吧 大哥 大哥 你们到这儿啊 就算找对地方了 您就是刘景山吗 我不是 刘景山是你大伯 他跟我是好朋友 你们以前啊 经常到我家里来玩的 小兰哪 到了我家里啊 就不要再害怕了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的名字 叫小兰吗 原来你的名字叫小兰 小兰 好 来 我来帮你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好 里面请 我走 请 谢谢 请用茶 请问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你叫我叶大哥就好了 叶大哥 我确实想不起来以前的事了 所以我找到这儿来 就是想有人能告诉我 关于我的一切 我是谁 我的父母在哪儿 啊 关于你自己的事情 你真的想不起来了吗 让我来了 让我来了 给我 别哭了啊 你 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他 你没事吧 都是一些 练不起来的回忆了 其实 你从小就没有父母 是你大伯 把你抚养大胆 你大伯姓刘 所以呢 你就叫刘兰 没关系 你静静地在我这儿休养 我会慢慢地 帮你回忆他 可是叶大哥 他大伯在哪儿啊 你直接告诉我 俺们直接去找他 不就完了吗 小兰娜 有些事情 我不能再瞒你了 什么事啊 你大伯啊 是国民政府的秘密特工 他已经 已经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是因为 他手里有一份 日本鬼子想要的秘密文件 什么 怪不得一路上 都有日本鬼子在追杀我 他们就是想得到我大伯的 这个小屁箱是吗 你不混蛋 叶大哥 你说的这些情报 是不是都在这个小屁箱里 你不认识